所以互相住屋之間 搞不好疊對疊 隔壁的王媽媽好像 聽說他們講了一個 比較好的條件 哎呀 樓下的李媽媽 好像跟街上關係比較好 街上好像答應她 到時候分一樓給她 對不對 就這種小話很多嘛 沒錯 沒錯 我們其實花太多的力量 大家都想要當最後一個 能夠爭取到 個人最大的一個利益 可是我以為我們這個部分來講 經過這十幾二十年的一個整合 其實住屋也開始建立起一個觀念 其實能成比較重要 都市更新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要讓我們居住的安全 居住的品質能夠改善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是 利益 利益的部分 所以說有時候 因為那個利益擺不平 就感覺上這個房子 都已經很老舊 很危險 大家還是願意拖很長的時間 去慢慢談 我們這個案子裡 很大的一個關鍵 其實在於信任 那這信任怎麼取得呢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關 又來到操演手的咪咪了 在今天我們來談談 偽老跟都更 觀眾朋友 你們家房子很老嗎 如果你是住在雙北 那可能你的房子經常 我看到 如果你到台北市到新北市 路上去逛一圈 老房子比新房子還多 所以你們家房子很老嗎 你很想住新房子嗎 你想讓房子增值嗎 但是你想到 偽老 度更 這四個字呢 你就覺得好難喔 真的很難嗎 敢偶一張罐 講破不價待 我們今天要把這張罐 給它點出來 沒那麼難 特別邀請到台北市 都市更新學會理事長 蔡漢林 蔡理事長 阿關你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國立台北大學不動產 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彭建文 彭教授 阿關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們那個案子後來是 你們那個在八個月就整合好的案子 那個時候政府有介入嗎 沒有沒有 你們完全是民間自己做的 是的 這個經驗非常厲害 等會兒要來分享一下這個經驗 我從來沒有聽過八個月整合成功的 那都是以年紀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是偽老案不是都更案對不對 這個案子為什麼能夠在八個月就整合成功 而且沒有政府的角色這很厲害 怎麼做到 其實我們剛剛前面提到說都市更新很難 可是從某個角度來講 都市更新其實也是可以很簡單 以中校東路案為例 那我們並不是第一個洽談的一個建商 在我們進場之前已經有十幾二十家建設公司 也不乏上市規的一些公司 來進入這邊來跟地主來做溝通 但是後來卻實實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呢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除了天時地利 人和以外 還有一點小小運氣以外 其實重點其實在觀念上面的改變 在過去的關係裡面 其實地主跟地主之間其實是一個零和遊戲 那建商跟地主之間也是一個零和遊戲 我懂 自己互相出屋之間 搞不好也疊對疊 隔壁的王媽媽好像 聽說他們講了一個比較好的條件 哎呀 樓下的李媽媽 好像跟建商關係比較好 建商好像答應他 到時候分一樓給他 對不對 就這種小話很多嘛 沒錯沒錯 那所以說我們其實花太多的力量 其實在於 大家都想當最後一個 然後能夠 能夠爭取到個人最大的一個利益 可是我以為我們這個部分來講 經過這十幾二十年的一個整合的一個方便 其實住戶也開始建立起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能成比較重要 或者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重建完以後價值都會變高 可是之所以之前太多的一個部分 其實在於內耗 那此外的部分 其實很多的住戶 一般來講會習慣就是說 我們找很多建設公司來做比較 那可是其實 在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當然我們知道一分錢也有一分貨 所以說其實地主內部的意見整合凝聚也非常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 當然今天這沒有什麼對錯 有些人覺得想要有絕對的這個評數 那相當他的造價低一點 價值低一點沒有關係 那有些人覺得說這個評數是其次 可是其實我們建設公司用的景質比較好 然後設計比較好 然後那最後的價值比較高 比較重要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 都沒有什麼好壞 可是重點是在於說大家要先討論 也會凝聚一個共識 對因為其實如果說只是單純找三家建設公司來比較的一個狀況來講 其實那往往最後面就會淪為一個單純條件的一個比較 那絕對條件比較的一個部分來講 那其實建設公司將本求利 最後面還是會在一個品質上面跟成本上面去做妥協 所以大家會發現到其實很多建設公司 他的核建案跟製建案 他有一個明顯的一個品質的落差 那也不能怪他們 是因為其實 因為什麼樣的條件 其實相對來要支撐什麼樣的一個做法這樣子 對 所以說其實以這個案子來講的部分來講 所以前面已經有很多的先例 去努力做這件事 然後也讓住戶有基本上的認知了對不對 只是每一次都差臨門演講沒有成功 每次都差臨門演講沒有成功 他後來 因為住戶經過這十幾二十年的凝聚以後 他們這次願意就是說 他找一家好的他們可以信任的建設商 好好地來跟他們協商這個條件 而且他們彼此之間凝聚共識 這一點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剛剛講說我們自己的內部的整合 我們這些住戶到底真的想要的什麼東西 如果說大家可以有一個共識 然後來做好好的協商 然後請建商來滿足大家的需求 其實這個部分來講 反而比大家一個絕對的比較的部分來講 其實反而容易成功 此外的一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案子裡 很大的一個關鍵其實在於信任 那這信任怎麼取得呢 除了之前所有的規劃設計 跟我們所有的 甚至連條文義務 我們大家都知道都市更新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地主跟建商之間的權利義務 其實它就會落實在合約裡面 很多的以前 因為很多的開發商 他為了要開發容易 所以說他的合約都寫得很簡單 很多的權利義務其實交代的不清楚 那可是呢其實 最後面 如果前面交代的不清楚 當然很多地主沒有想到 那很容易簽了約 可是到後面就糾紛不斷了 所以以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過去十年前 我們就有吃過這樣的虧 所以說其實我們針對於合約的部分 我們其實能寫得多詳細 我們就寫得多詳細 然後同時我們在地主說明會的時候 其實能就是除了一起說明以外 那如果針對每一條巨細密 尤其是要牽涉到關鍵的權利義務的部分來講 我們其實都會 就是即使很複雜的公司 我們都會盡量模擬 交到那個住戶可以理解 然後呢即使他一開始在大會上不理解 我們還是會願意跟他好好的做溝通 然後一次一次的在私底下來跟他說明 所以其實很多的部分 大家會覺得說 哇那這樣是不是很難簽約 可是其實相對來講 你只是把這個困難的事情 留在前面還是後面 那可是我們用這樣的態度 來跟地主在談這些權利義務的時候 其實相對來講地主也會覺得說 這些東西之前我都沒有想到 原來有這些事情會發生 那經過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反而我們可以從中 去建立起彼此間的共識 他們會發現說 其實建設公司也不是說這樣子 跟住戶之間不是那種 耳於我詐的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所以說其實建立起彼此間的關係以後 那我們就用之前我們提過 就五十一月的方式 所以你們跟住戶不私下談了是不是 你們都在公開的 也就是所有的住戶都可以參與的會議去談 你們不會一個一個這樣談嗎 大部分的不私後 當然我們少部分地主會有疑問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說明 但是條件你們不私底下談 然後讓大家建設公司跟住戶之間建立起信任的關係 住戶跟住戶之間也重新建立信任的關係 那剛才講到更重要的一個部分來講 其實也是我們其實說真的 每一個都更案 他們都需要就是有熱心的這個住戶 其實互相串聯 互相的一些溝通 因為其實說真的就是 我們以往都會覺得說 大家都會不想要在都市跟案裡面不想要出頭 為什麼?因為大家都可能會被擔心說 這個某某人那麼熱心啊 或是不是要得到什麼好處 或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最後面大家都覺得 摸不關心或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其實都市跟這個案子能夠成就是大家的一個共同的利益 所以怎麼樣 如果說住戶之間能夠彼此互相整合 然後而且其實建立起一個良好的一個關係 跟互信的一個關係 其實都很有利於這個都市跟新最後達成共識的一個推動 所以其實為什麼這個案子能夠這樣順利 除了剛才還有很多運氣成分以外 其實這幾個關鍵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事實上理事長他們推動這個案子 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 他剛剛講就是他讓住戶信任他 讓住戶和住戶彼此之間也不要互相猜忌 所以呢在推動這個案子之後呢 他們還辦了一個展覽 把其中的一棟拿來做展覽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們都會再來談 不過我們再來談談其他的案子 我們請教授來跟我們講一下其他的案子 其他其實 南機場到現在一直沒辦法搞定 我老實說南機場那個面積真的很大 那個地方呢 我每次去那個地方就覺得好可惜喔 覺得 那台灣特別是首善之都 為什麼竟然有這樣的市容 感覺好像是都市的毒瘤一樣 這個地方為什麼一直沒辦法搞定 它到底有什麼問題 那難道政府沒有辦法介入嗎 其實南機場它是在我們的中正區吧 是一個非常好的區 你要是講門牌喔 那個門牌是好的不得了耶 中正萬華的交界 對 那其實 可是到那個地方覺得 現階段來講 那個地方的就是住戶本身 都是比較弱勢的住戶居多 而且房子本身都屬於比較 面積比較小的居多 可是這個是不是政府就可以幫忙啊 對這個南機場 基本上應該是公辦都更忙 是一定要政府幫忙 可是為什麼連政府進來都沒辦法搞定 對這個部分其實就是說 即使是政府幫忙的話 其實現在政府本身有的資源 就是給容積獎勵 其實政府不太容易再額外拿出錢 來給住戶 那當然給容積獎勵 然後當然容積獎勵增加了之後 要回饋到住戶 可是因為這邊的住戶的面積 其實都相當相當的小 很多都是 我印象中很多都十坪左右的小套房那種形式 而且住戶本身 以弱勢族群居多 他們也沒有可能自己拿錢出來 再讓他的 他就是說他要維持他原來的居住面積 然後另外的就是說 他想要甚至還想要 就是增加家庭的這個空間的需求 其實相當的不容易 那教授我問喔 好 那像這種弱勢的家庭 或弱勢的住戶 那麼在蓋房子的這段過程當中 他也有他的居住需求 那公安都更的話 政府會不會幫忙說 好 我們在蓋房子這三年 我想幫你安排別的住戶 當然 當然 就是說在整個 因為你叫他再花錢租房子 還有沒辦法 租戶拆除重建的過程裡面 這個住戶在 其實我們很希望都市更新完畢之後 其實住戶都能夠住回自己原來的房子 而不是被租出去啦 那當然在整個房子重建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去安置這些原住戶 可能都是會給租金補貼 讓他們在外面租房子 就是看看房子需要幾年的一個時間 透過所謂的租金的補貼的方式 讓他們在外面租房子 然後等蓋完之後再回來 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我們這個畫面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回到剛剛那個畫面 南機場 其實這就是我們都市在生院金館 其中的一個場景跟模型 其實大家也看到 其實右邊是現在的南機場 是 左邊這個建築物大家知道什麼嗎 是什麼 當初蓋 當初 南機場的樣子 所以說 它左邊跟右邊是同一棟建築物 可是呢 可以長得那麼不一樣 對 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一個台灣都市更新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微縮模型 因為它就是台灣都市更新 困境的一個縮影 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當年 其實說真的 我們國民政府破歉來台以後 我們整個台灣是一個難民社會 所以說其實這幾十年來 就是它就是違建的到處橫行 所以說其實 一直就是這違章 這違章建築物這件事情 一直沒有辦法被有效的列冠 所以一直到民國83年 那時候陳水扁市長 那時候下了一個命令 就是說以後不准再見了 因為違章建築物已經到處都是了 每一家 每一家家部務的違章 但是它也讓一些古老的違建就地合法 不是嗎 就是不拆了 其實它不是就這樣 就不拆 它變成一個萬年違建 因為當初它的想法是說 好 我們83年以後的違建不准蓋了 以後就急報直直拆 之後的違建 我就慢慢來拆 可是呢 大家都知道 他做了這件事情又天路人怨 所以他就直坐一任就下台了 所以之後的 不管是馬英九、郝紅斌、柯市長 其實因為坦白講 我們現在台北市有70%以上 是30年以上的房子 而基本上30年以上的房子 都是83年以前的房子 那基本上每一個舊房子 都有程度不同的違建 什麼頂樓加蓋啊 頂樓加蓋 然後一樓外推 那其實陽台外推 都很常見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其實 為什麼大家都不敢動 是因為一旦拆這個違建 它就等於跟70%的市民在宣戰 因為它都會拆到70%的房子 所以說大家都不敢動這個違建 那違建跟都更有直接的關係嗎? 當然啦 因為其實你就看右邊的狀況 它原本的面 就像教授的他講 它原本面積很小 可是後來他們居住 面積需求越來越大 所以說你看 它層層加蓋 不管陽台加蓋 雨水也跑出來 什麼都疊成嫁烏的一個部分 它的使用面積 也許它的群狀只有10坪 但它也許使用面積有20坪 那它也希望我將來呢 都更之後 我的生活空間不要變小 可是問題是你的群狀才10坪 那你想換回20坪嗎? 那這種期待值很難被滿足嗎? 不可能讓你違建都分回來 可是如果它不都更的話 它違建可以繼續用啊 所以在這種矛盾之下 其實就會造成就是說 其實它就為什麼台灣都市更新 所以違建越多的社區都更越難 對 因為其實說真的 大家都用得好好的 每天用得很開心 那違建以後 重建以後 沒有辦法找補到這樣的居住面積的時候 就會造成說其實 因為這是普遍發展的現象 所以說其實為什麼台北市 其實推了20年 我們送了那麼多容積 我們台北市人口每年都在減少耶 我們全世界的首都圈裡面 只有台北市唯一就是在減少的一個都市 為什麼? 因為其實都更完以後 大部分的原住戶 雖然說錢比較多了 可是它要分回原面積其實是難的 所以他們寧可輕移民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原來的房子我去賣掉好了 對 然後所以說其實 我們就會造成一個學術商務院 叫做一個世生化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說其實從文靈院這個事情 如果說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它就是 其實所有台北市的一個都更困境 都可以在 我剛剛講不是 都可以在這個南機場這個部分 當成變成一個縮影 就是南機場是一個負面教材 不是不是 就是南機場有很多 它告訴你說 嗯這個問題不能解決 所以不能都更 那個問題不能解決 所以為什麼 南機場大家都知道應該要都更 那是一個都市景觀的獨流 但是為什麼即便政府介入都沒辦法完成呢 就是它有非常多沒有辦法解決的困難 這些困難是一個不錯的教材 沒有錯 快邀請小房加入耐群眾 和親友一起找尋最適合你的房子 那教授來我們來講文靈院 文靈院是當初 應該是讓都更被全台灣人重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案 是 文靈院這個案子 王家基本上一開始是不願意 不願意參與都更 當然某種程度上來講 它其實是 對於那種不願意加入都更的住戶來講 其實一般的做法就是把它切出去 是 你不同意我就把它切出去 那當然如果能切的話就切出去 但是王家那個部分就是 他按照當時候的這個法規的規定 就是他不能把它切出去 所以他就是把它納去 當然我們現在的所謂的都市更新 他是採取的是所謂的多數決 多數決 他不需要百分之百同意 當然所以說整個 整個基地裡面即使是有幾戶不同意 但是他有達到我們的都更的這個法定的門檻 他就可以繼續的往前走 降低丁子戶的重要性 對對對 那當然這個文靈院 他其實後來其實引發了很多的社會上的一些討論 後來也因為這樣來修法 對對 那整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當然也有一些 有一些是屬於 在資訊不是那麼的透明情況之下 到底這個 其實剛才理事長這邊有提到說 其實都跟 到底我們的地主跟住戶是什麼關係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合見的 應該是一個合作關係 合見合作的關係 共融關係 大家一起去把那個餅把它做大 去爭取最大的所謂的容積的獎勵 甚至還可以加上容積的移轉 去把那個餅做大 可是呢 一旦把這個餅已經劃定了之後 這時候這餅要怎麼切這件事情 就會出現問題了 所以說這時候 就回到剛才講的 地主出地 建商出錢 這時候我們就有共同負擔餅 也就是建商要分多少 所以說建商要分多少 地主要分多少 建商多地主就少 地主多建商就少 所以這時候 地主跟建商的關係 就會變成是一個 相對的就是 是一個對立的關係 彼此之間就是一個零和遊戲 誰多誰就少 那等這個建商跟地主 分完了這個比例之後 接下來就是地主跟地主之間 又要再分了 其實剛才一直提到說 都跟我們台灣很常講的 就是說要一坪分幾坪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精準的概念 因為原來的房子 我一坪房子我可以分回幾坪 對啊你原來的房子 有人住一樓 有人住二樓 有人住三樓 有人住四樓 價值都不同 價值都不同 那等以後你要分的時候 你分的樓層也不一樣 所以說如果說我原來住四樓 之後我想要分一樓 我可不可以一坪換幾坪 這個講的話就不太精準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 當然渡工的過程裡面 其實如果說我們是透過所謂的 協議的方式 通常都沒有估價 就是用喊的 就是說大家協議 一坪給你換幾坪 你覺得好不好 可是這中間到底是 你換的那個坪數 坪數是混到哪一層樓 哪一洞哪一層樓 其實都不見得講得太清楚 通常可能就是 換回你原來位置的樓層 可能有可能這樣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更新了之後 很多不同的洞 很多不同的樓 那這時候你要換的坪數 要怎麼換 那最簡單的方法 是不是建商訂出一個標準報價 比如說好 一樓一坪就是價值多好 二樓價值多好 三四樓價值多好 每一層樓價值多好 可是在整個都市更新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簽訂了契約之後 我們還要送都更的程序 那都更的程序裡面 到底您實際上能夠 原來我們預計 我們可以得到多少的融機獎勵 可以有多少的融機移轉的這個比例 可是真正送到那個審議的時候 政府不一定給你那麼多 政府不見得給你那麼多 而且很多建商去談的時候 為了要展現他的這個條件比較好 他都把那個條件開到滿 就是說好 都更最高是1.5倍的這個獎勵 我就跟你講說用1.5來談 可是問題是 那最後他沒有拿到1.5之後 1.5倍是最高的比例 就又回他了 對 那這個時候說萬一沒有得到1.5倍的時候 怎麼辦 那這時候分就是一個問題 對 這邊其實就會產生問題 那再回到文靈院這個案子 基本上也是有很多的 屬於這種所謂的條件 沒有談得很清楚 而且當時的氛圍 整個社會的氛圍 是獅子亡家 居住正義 對 因為很多年輕人大學生都出來禮聽 這個部分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文靈院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也畫面中看這個模型 也是我們那個都市財政院景館的 就是你們辦展覽的那個要所做的 證管之寶是其中之一 的重要的一個case 為什麼我們當初要做這個模型 因為其實我們對文靈院這件事情 說真的 我們先不要去做一些 就是主觀的一些評判 不要做價值判斷 對對 可是回歸來這個案子來講 確實它在都市更新史上面 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什麼地位呢 因為其實以前 都市更新來講 就是不管是大埔案 或者是說文靈院案 其實大家都會比較傾向於說 這個保障這個原住戶這個自由意志 因為通常都覺得住戶是弱勢 戒賞是強勢 對對對 那我們通常會站在弱勢那邊 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 這個案子來講 就是一個多重的一個矛盾關係 因為簡單來講 其實憲法 我們的憲法裡面 其實我們保障人民的居住權 保障我們的財產權 所以理論上 這個應該是一個神聖的 不應該被侵犯的一個事情 可是呢 在都市更新裡面的時候 我們開始思考就是說 那如果說我們 我們絕對的尊重這個人民的 這個財產權 跟這個居住權的一個部分來講 那我們的都市還要不要發展 如果說我們整塊一個部分 大家 你一個我一個 大家都不遵守這個 就是大家都必須要尊重 每一個人意見的時候 當我們區域一大的時候 一定有想法不一樣的人 那這個都市發展 跟整體的一個效益 跟這個市容 等等這些東西 就是大眾利益 跟個人的權利保障 當它產生衝突的時候 我到底應該偏向哪一邊多一點呢 那如果你要百分之百 就像我剛剛說 一碗水要端平的話 那就是永遠都解決不了嗎 沒有錯 因為其實 在過去以前 大家都是支持這個財產權 居住權的人 就是絕對的這個支持 支持都市發展的人 就是絕對的這個部分 那站在這個建商 或者站在同一戶的人 他們都是站在彼此之間的利益上 謠心吶喊 我們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能量的一個國家 所以說大家都深思粒解 非常有能量 可是事實上 可是在文藝院之前 他並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溝通 因為事實上大家還沒有 就是文藝院這個事情 把它第一次放在全國的一個視野的一個討論 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都市發展 我們到底要 我們到底要保持上個人權利 還是我們應該要多偏向一點都去發展 在文藝院之前呢 很少人重視這個議題 也沒有拿出來真正的面對和討論過 那經過了文藝院的衝撞 因為那時候衝撞非常激烈 經過了文藝院的衝撞之後 其實提供了很多人新的思考和方向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去修法了 因為文藝院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經典的一個個案 那在這個個案之下 突顯了非常多的問題就是 當少數人的利益 影響到大多數人利益的時候 我應該以大多數人為主 但是少數人的利益 就像你說憲法是被保障的 你也不能不管它 然後人民的居住正義也不能不管它 但是社區的居住正義又要不要管它呢 那整個都市的發展 又應該站在什麼樣的天平呢 所以這件事提供了很多人啟發 沒有錯 所以也是一個好的經驗 那我回來講 你的那個展覽 聽說你就是 剛剛那個八個月整合完的那個案子 你把其中的一棟拿來做展覽 三棟辦 我們把從18棟裡面 我們留下三棟辦來做這個展覽 現在三棟辦不幹了 沒有沒有 以後基本上 我們等我們這個預售完成以後 我們這個部分也會一起拆掉 所以現在你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機會來推動 是不是 坦白講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這個都市更新學會 我們在推動理念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其實都市更新的議題 其實是非常堅設的 就是而且其實不是很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譬如說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很多人有直覺的反應 譬如說容積問都不能再增加 多給一點就可以 就往天空嘛 有什麼關係呢 有些人就覺得說 我的朋友都這麼說 這個政府太小氣了 就往上面 上面有什麼關係 天空漢無限大對不對 我們就往上面蓋 然後大家都皆大歡喜 比較好 對 甚至也有人覺得 那違建為什麼不拆呢 就是說這個明明就違建對不對 為什麼政府就不 鐵腕把它拆掉 我們都更就不會有困擾了對不對 那為了阿伯去燒台你知道嗎 都沒想到是Yes 對 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都市更新這件事情 在太久以來都是一個叫做 瞎子摸相的一個概念 譬如說 同一戶 不同一戶 建商 政府 彼此之間有人摸到腳 有人摸到屁股 有人摸到尾巴 所以他們摸到的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各自一個方向 他們看到的問題都不同 看到自己關心的問題 對 可是我們提供這個館 我們透過一些淺顯易懂的方式 然後慢慢讓大家可以換位思考 我們可是不是同一戶 可以站在不同一戶 這個角度 這個政府這邊可以站在民間的這個角度 然後民間的住戶 能不能站在建商的角度 所以說可以各自去換位思考 就是說 原來對方是想著這個問題 原來我們目前還有這些問題 沒有辦法被解決 那有些人覺得說很貪心 有些人是覺得說我的追逐 沒有辦法得到滿足 那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裡面有很多千絲萬禮的也有關係 所以透過我們這次的展覽 所以你們這個展覽都講實際的個案 是不是你們把很多重要的個案拿出來 讓大家思考 也有這個方向 然後也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從本質上面 透過一個故事跟比較立體的一些他們的困境 其實讓大家發現說 原來是這樣子 為什麼政府沒辦法拆違建 為什麼這些店面不願意談都更 為什麼有頂家的人 他們就是他們 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所以說當我們互相理解 我們發現真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才有可能去解決問題 所以說其實就像剛剛的問題說 為什麼容積不能再增加 反正往天空嘛 不是吧 我朋友都這麼講 你看完以後你就會發現到 增加的一個部分 你越來越增加其實 他們有真正的解決問題 對 而且其實反而增加了 這個都市更新談的一個難度 所以說透過這個 因為很多事情都不是 嬉跳反應可以解決的 就是你透過那樣子的了解 以後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這些事情 必須要去面對跟處理 那如果說大家都發現到 認知到真正的問題 大家開始不要把全部的力氣 都在那邊吶喊說 容積怎麼不增加這件事情 這種時候 就會讓事情變得比較容易 好 最後一分鐘 我們請教授談一下 因為我想 我也不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 看我們的節目之後 覺得杜更真的好難喔 我們還是希望鼓勵 不管是民眾也好 還是建商也好 努力朝著都更的方向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都市景觀很漂亮 我們希望我們那些老舊的房子 能夠煥然一新 我們希望我們的居住品質 我們希望我們的居住安全 得到更好的保障 所以我想最後一分鐘 你是不是來提醒一下 我們在網路上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家裡真的很老舊 你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未來的度更呢 好 謝謝 我想首先其實都市更新很重要的就是要讓我們居住的安全 居住的品質能夠改善 那但是過去我們在整個都市更新的過程裡面 其實安不安全 這件事沒有被強調 簡直又沒有改善 其實有強調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是 利益 利益的部分 所以說有時候就是 因為那個利益擺不平 所以那個安全 就感覺上這個房子 周圍已經很老舊 很危險 大家還是願意拖很長的時間去慢慢談 但是這中間其實 我剛才您提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不公辦都更 因為政府如果介入的話 是最具有公信力 那但是就是說 其實政府 確實應該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甚至在很多的一些糾紛的處理上 政府其實應該要 應該 該處理的就處理 確實剛才 理事長跟阿關你這邊都提到說 其實都更有很多的面向 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 可是問題是 一樣的法規 你怎麼樣去滿足每個人的不同的需求 是很困難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怎麼樣讓大家能夠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在一個資訊公開的一個情況之下 共同的合作的 趕快把這個品質改善 好 這件事情 都更品質改善這件做好 其實這最重要 有了安全 才有產權 有了安全 才有產權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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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